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 是在新北市中和區的佐安咖啡橋 拍攝時間是去年十月份 橋樑剛開通的時候所拍下的照片 因為當時遊客非常的少 所以才有機會拍到 沒有什麼遊客的難得的畫面 我用語言鏡頭低角度拍攝這一個橋樑 然後整個橋樑形成了一個圓形的感覺 在學攝影之前總覺得要出國才有漂亮的照片 但是學了攝影之後 我發現台灣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台灣也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 攝影對我人生的影響是 就是透過鏡頭看世界 這個世界變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透過鏡頭看世界 但是那些東西 有很多的照片 是透過鏡頭看世界 是透過鏡頭看世界 在柡方看世界